我们现在来简单看一下这两张照片吧 这左边是用莱卡M9拍的 然后右边是用索尼A7R2拍的 然后颜色我觉得我现在都是都是用它的这个ROG是吗 然后用都是自动白平衡 所以感觉颜色差别还是挺大 明显感觉左边的颜色更好一点 可能就是因为左边它的曝光可能也是比那个更高一点 因为它的快门速度也慢 然后ISO也高 所以它可能会更亮一点 所以就会显得这个照片会更好看一点 就是至少我们就看一下 到底这两个CMOS的CDCD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我们就放大100%来看 因为左边是只有18万像素 右边是1800万像素 右边是4200万像素 所以大小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区别 但是从这个成像的颗粒感来看 或者是你从这光斑 明显这左边这里就有点感觉掉色阶了 右边还是色阶还是比较全的 锐度方面 因为都是用莱卡夜神拍的 所以锐度不是很高 主要这个镜头主要是看的是气氛和颜色 然后明显可以感觉到这个莱卡CCD的色阶是有一点小的 就是怎么说就是有一些会断层在里面 但是整体的就从第一感受来看 我觉得莱卡确实是会比索尼的直出要好像不少 就算是Vlogs也好像不少 然后如果我们就对比 莱卡T 就是这是莱卡T的 就是它也是CMOD sensor 然后我们来比较一下 因为两个镜头 一个是全画幅 一个是1.5的APS-C画幅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对比一下 看看效果怎么样 明显能看到莱卡T在400的ISO下 高感是会比M9还是要差一点的 就是它的颗粒还是比较粗的 然后它这里是没有断层 所以颜色方面 我感觉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M9直出的颜色 会好看很多 但是这是个半画幅相机 然后价格也差很多 所以没有什么可比较的余地 只是给大家一个简单参考 就是抵达以及压死人是对的 这是没话讲的 至于颜色偏好 其实大家后期都可以调 但是如果你要直出的话 我觉得还是M9直出会修起来简单一点 像我这张图就几乎不太需要调整 我直接直出就行 我们再对比一下这张吧 这张是我用索尼镜头拍的 当然男友镜头不太一样 所以颜色会差挺多的 这个是左边是用的莱卡 右边是索尼的FE50.4全开 然后简单看一下效果 就是索尼确实你看到这个锐度 我不是一个档次上的 就是明显感觉这个锐的非常的令人发质 就是特别特别锐 而且因为我电脑是很旧的嘛 是到现在还在高领位 是最 但是你从这个成像的颗粒感来说 索尼确实感觉有点黄 就是黄了一点 确实是黄了一点 但是这个镜头确实是50G确实牛逼 就是如果你要拍这种很清晰的 哇 这整个是分毫必信 就你要拍很清晰的 其实50CA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从观感来说 或者从颜色的调配来说 确实这个50CA和莱卡的这个调色 还是是是有点差别的 这个如果我们把它的曝光稍微调一调 把稍微加加一点包包 会不会好一点 那但还是黄 就总体感觉就是特别黄 这个索尼拍的就是黄 但莱卡又有点暗暗的蓝调 就会好看很多 然后我们再对比一下 就是纯用索尼机身 如果两个镜头不一样 是不是会有区别 结论是还是会有点区别 就莱卡镜头 左边是莱卡夜神拍的 右边是索尼FE50G开门 就是莱卡镜头还是会偏蓝一点 然后你看索尼电还是会偏黄 就是如果我们机身的一样 可能都是自动ISO的话 我觉得莱卡镜头还是有点优势的 这也是为什么莱卡镜头还是会贵 会有玄学的原因在里面 我觉得 但整体我个人还是最喜欢 M9直出的颜色 这也是可能解释了 大家为什么还是会喜欢 CCD sensor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